出场的这位就是一位资深的QQ会员 掌声欢迎王婷嫂 我觉得你走路的感觉特别淡定 这是我们QQ会员提供的一位网络达人 今天来到我们开门大集的现场 先告诉我们你的职业是什么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一名IT男 我印象中的IT男跟他反差挺大的 我是一名非典型的IT男 非典型的IT男 对 因为我想象中的IT男 因为每天都会工作特别的忙碌 有一些不休蝙蝠 而且我身边有一些IT男 30岁头发已经白了 因为他们工作压力真的特别的大 但你感觉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就是一名非典型的IT男 非典型的IT男 我是来自腾讯公司的 你就是来自腾讯公司本身是吗 对 我不仅仅是来自腾讯公司 我是来自QQ会员的项目组的 主要干嘛呢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最简单的一句话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给我们的QQ会员用户 让他们变得 在QQ上变得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 对 是这样的 那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我想为自己买一套卫星电话 买一套卫星电话 对 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首先要祝福你 能够实现家庭梦想好吗 还是需要大家的力量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机 王英乔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 请按下 来雷 只能鼓掌 别唱不出来 这首歌 很早很早以前 我就已经是非常熟悉这首歌了 这是说什么歌 走四方 走四方 还累的 观众都在欢呼和鼓掌 那我们还等什么 让我们一起期待 开门大机 欢迎订阅 走四方 路飘飘 水长长 迷迷迷茫茫 眼神又一桩 看雪阳 落下去又回来 地步老天步光 岁月长又长 走四方 路飘飘 水长长 迷迷茫茫 一村又一双 看雪阳 落下去又回来 地步老天步光 岁月长又长 谢谢 谢谢 孙莫言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走四方 也恭喜王英乔 获得了一千元的家庭梦想 请进 给他们鼓劲 继续加油 王英乔 好 第二场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大声点 准备好了 请按响门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确定吗 确定 到底是不是木哥呢 我们期待 开门大剧 沙面盖着雪白的阳气 阳气好像是绊绊的白衣 沙沙 草原沙 多么哀伤 沙沙 草原沙 多么哀伤 你在我银 Barru 沙沙 多么哀估 都开心 恭喜你获得了2000人的家庭梦想 谢谢 来 其实王英乔的工作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会分析网络客户的一些使用习惯 进而对他们提供一些相应的服务 或者是应用什么 对 那我所做的工作呢 其实就是为了给我们的QQ会员用户提供一些特权 然后让他们呢 在QQ上与其他人变得不一样 不一样 对 我的习惯 会给我推荐什么样的业务或者服务 我可以让你的QQ倫声呢 变成红色的 太好了 你今天来解决了一个大事 好 不跟你开玩笑了 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 我们的假期梦想还要一步一步地去实现它 第三扇门背后是3000元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按响 曼琳 这里是开门打击的现场 我们的选手王英乔 带走下第三扇门 加油 这首歌好像在哪听过的 是好像应该是杨坤的 杨坤的哪首歌 空城 空城 对 你确定吗 应该是没错 空城 我确定 杨坤的那首歌 对 到底是不是能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杨坤的那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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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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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感觉我跟从 谢谢 韦亚明 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空城 也恭喜 王英乔 你获得了 3000元的家庭梦奖 基金了 3000了 来 王英乔 你在同事眼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要斯文 比较内敛一些的小男 工作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还行吧 应该还行吧 我们来听听你同事 对你的评价好不好 会不会跟你说的吻合 好吗 好 想想听一下 你干嘛呢 加油 VP 我们正如节目的 别吵 我在给自己谋福利呢 加别弧度的字 你别 然后再加VP 好 这个很贵人就搞丢了 沈梦辰 你干嘛呢 要不你也加一个好不好 对对对 听话 给我点 你是管哪块的 也是那个特权这块 对对对 那你们评价一下 我们的王英乔同学 他在工作当中 生活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想象不到 他只是个学艺术专业的 然后除了唱歌 他还会经常去一些 做一些徒步旅行 他甚至去一些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 连续走四五天 这个我真没看出来 这个我以为IT男真的就是埋头于工作当中 你很少有一些闲暇的 那些业余的时间去干这些事情 最重要的他还没 不晒黑 你看 挺黑的 我化妆才盖了好多困体 好 王英乔 现在有了同事的鼓励 我们继续出发好吗 好 第四扇大门是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按下 by bwd6 by bwd6 好吧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我们四月要在一起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确定了啊 确定 一个数都不能差 好吧 对 很多选手就败在这个一字之差 确定了啊 确定 到底是不是 我们期待 开门大街 下辈子如果我还去等你 我一句话是你一海的玩笑话 隔在我心里灰尘的沉了他 你就这样的拨开了他 在心向前我一旧是那个木偶 先等着你来啦 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我们四月要在一起 像是陷入最面的距离 我也太爱是昏迷不息 好吧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你的誓言可别忘记 不过一张隐信念而已 我已随他走路 下个轮回里 让我们欢迎著名歌手马玉 加油 谢谢 加油 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是 恭喜你获得了 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接下来 第五扇门背后是一万元 你要做一个决定 要不要继续往前走 您是要那钱 还是要他往前走啊 好那我听大家的 听大家的 往前走是不是 来请按下门铃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开门大集 选手王英乔 走向第五扇门 加油 不听了 当我想你的时候 歌名就是当我想你的时候 你的答案是当我想你的时候 对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集 当我想你的时候 我的心在颤抖 当我想你的时候 泪水也悄悄地滑落 当我想你的时候 才知道寂寞是什么 你才知道寂寞是什么 你才知道寂寞是什么 让我心地伤 谁替我 思终 让我们欢迎来自台湾的著名歌手 千百会 大家好 大家一口同声地喊出了你的名字 可见在大家的心目当中 你的歌声是扎得非常非常的深 谢谢 也谢谢大家 我们期待千百会能够继续有机会来到开门大集 给我们送上更多好听的歌曲 好的 我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每天都开心的 每天都开心的 太好了 谢谢 好开心 梦想又进来一步了 好 恭喜选手王英乔获得了 准备好了吗 一万元的家庭梦想机器 来 你高兴吗 非常开心 当我想你的时候 我相信身边会有很多的人在关心你 在牵挂你 尤其是像你这种 这种不太喜欢在家待着的孩子 喜欢往外跑的孩子 喜欢去旅行的孩子 家人的牵挂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我这一次的梦想呢 是为自己赢得一部卫星电话 卫星电话的缘故就在这儿是吗 对 因为我一般去的地方呢 都是那种比较偏远的地方 手机可能是没有信号的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是我出去时间一长了 家里人找不到的话 会非常非常地担心我 没错 那这个时候 就我希望有一部卫星电话 可以让我在外面的时候 都随时可以与家人保持联系 报名安 我终于知道 王英乔今天来到三明大集 他的家庭梦想 是一个一部卫星电话 我在想他作为一个IT人 是你要卫星电话干嘛 原来是为了自己 下一次远行的时候 为了让家人知道 他时刻平安 所以卫星电话 不仅是对于你 对于你的女朋友 对于你们两边的家人 都至关重要 对吧 是吗 是 平安是福 我们祝福你 好吧 现在已经有了一万元的 家庭梦想基金了 第六扇门背后是一万五千元 接下来你是要继续往前走 还是拿走一万元的 家庭梦想基金 回家 我还有一个可以求助青鲜团的机会是吧 有一个求助的机会 是的 那继续 想好了是吗 想好了 好 来 请按下门铃 加油 这首歌听过 比较熟悉 但是歌名是什么 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前面全白说了 你知道吗 歌名最重要 那我选择 求助青鲜团吧 求助青鲜团 我们连线 第二线团 哎呀 哎呀 好像挺轻松的 是那个谭 谭永林的 一线统一吗 水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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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 谭永林的水中花 我再确认一下 是水中花是吧 对 是 我们都没听过水中瓜这首歌啊 是西瓜还是田瓜 什么瓜 花是吗 水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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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能靠谱吗 我相信他们 好 那你们就好好承担这个结果吧 好吧 我们祝福王一桥 我觉得以你的收入 多少再攒一攒钱 应该可以买得了这个微信电话呢 好吗 好 到底是不是呢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 你确定不改了是吗 不改了 没办法 这孩子太故事 让我们期待 开门 门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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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个深夜里 无法可遇 我如水 我看天空 沙漏 任寒风吹 小 大 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恭喜王英乔获得了一万五千元的家庭梦想进去 一万五千元到手了 未经电话多少钱?也差不多 那么贵呢? 是的 怎么办? 王英乔面对如此重大的抉择 你该怎么选? 有一句话叫建好就收 恭喜王英乔 恭喜你获得了一万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郑松良、唐王老师 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希望你真的要好好工作 也为我们的所有QQ会员 谋福利给我们更多的授权好不好? 好,继续加油 好,谢谢 下次出去玩 注意安全 带上微轻电话 好吧,再次掌声送给王英乔 谢谢 谢谢 谢谢